第38题 第38题39题是提主 如图所示 一位跳远选手在直线跑道 以0.5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度 由静止往前冲 经过6秒后 踩到大板用力一顿 弹起后跳进沙坑中 但是跳进沙坑后 该名选手仍会往前倾斜 最后整个人跪趴在沙面上 经测量得成绩为6.5公尺 请回答38 39题 第38题问 该名选手的运动过程中 哪一段可以牛顿低运动定律解释之 牛顿低运动定律是惯性定律 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食 静者横静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选项A 直线跑道上的加速 既然有加速就表示有受力 因此就不符合牛顿的低运动定律 选项A错误 选项B 踏板上用力一顿 弹起跳起的瞬间 那么这里有用力一顿 也是有受力 所以他也不是牛顿低运动定律 选项珠 选手弹起跳至最高点的过程 这段过程他有受到重力的作用 所以也不是所谓的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 与牛顿低运动定律不合 所以选项珠也是错的 选项C 跳进沙坑之后人会向前倾斜 这个可以算对 这让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了 行驶的公车突然停止的时候 人会向前倾斜的意思一样 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 哪一段可以牛顿低运动定律解释 我们答案选的是C 进入沙坑之后人会向前倾斜